剑布射 无敌近战弓神 第一章 荒唐的开局 江湖传闻 有一款风靡天下的武侠游戏 江湖行 在这片虚拟世界里 各路豪杰针锋斗狠 剑客 刀客 拳尸 弓箭手各斩所长 玩家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武器和战斗方式 打造独一无二的武林传奇 故事的主角叫李小宫 一个有些迷糊 却热爱武侠的青年 他怀揣着要成为江湖神射手的梦想 决定在江湖行里选择弓箭手作为他的职业 小宫对弓箭手的定义很简单 远程打击 优雅风针 不让敌人近身 极敌于千里之外 在创建角色时 小宫选择了最强的弓 盘龙巨弓 据说这是游戏里威力最大的弓 具有穿云猎石之力 可以一箭毁尘 然而 现实总是与理想大相径庭 在游戏正式开始后 小宫惊讶地发现 这把盘龙巨弓不仅沉重无比 居然还根本拉不开 踏实了无数次 甚至使出了吃奶的劲儿 也只能把弓拉开一丝丝 这怎么远程狙击 怎么放风针 第二章 崩溃的战斗经验 游戏初期 李小宫试着加入了新手村的各种团队活动 其他弓箭手各个优雅地在远处放箭 轻轻松松风针着怪物 而小宫呢 他只能站在后面不停拉弓 拉了一次又一次 结果箭始终没发出去 他的脸长红 旁边的队友也开始不耐烦起来 这家伙到底会不会玩啊 是装备有问题还是人有问题 眼看队友一个个嘲笑自己 小宫决定再是最后一次 于是 他猛然一拉 弓弦居然还是纹丝不动 小宫恼羞成怒 一不作二不休 直接提起沉重的巨弓冲向了怪物 像举着一根铁棒般将弓狠狠砸向敌人 光 怪物应声倒地 一击致命 小宫愣住了 队友们也惊呆了 这他不是弓箭手吗 怎么拿着弓当棍子用 随后 一道系统提示出现 恭喜玩家李小宫 成功击杀怪物铁甲狼 获得首级奖励 原来 这把弓除了无法拉开之外 还是一把伤害其高的近战武器 从这一刻开始 李小宫的战斗风格彻底改变 他不再是远程狙击的弓箭手 而是手持巨弓 近战杂怪的男人 第三章 贝哲弓的近战之王 接下来的日子里 小宫开始了他的近战弓手之路 无论是面对盗贼 刺客还是怪物 他都会高举巨弓冲向敌人 然后向一名近战狂战士般猛杂 猛戳 弓箭手的灵活走位和远程风针对他来说毫无意义 敌人每每以为他会远距离射箭时 他却已经手握巨弓尽身肉搏 游戏里的其他玩家越来越注意到这个异类的存在 一名名江湖刺客被小宫击败后开始在论坛上吐槽 我到底是被什么东西击败了 那家伙明明是弓箭手 却冲上来用弓砸人 我连刀都没抽出来 有一天 小宫在游戏中的江湖名声传开 一名自称剑胜的高端玩家对他发起挑战 剑胜是公认的游戏内最顶尖的弓箭手 善于远程狙击和精准打击 从未有过败迹 比五开始 所有围观的玩家都屏袭名声 想看看小宫究竟会怎么应对 剑胜满脸不屑地站在远处 迅速搭剑瞄准 准备像往常一样一击击杀 然而 小宫却毫不畏惧 猛然冲向剑胜 他是疯了吗 一个弓箭手怎么能对抗剑胜的狙击 围观的玩家们纷纷讨论 但接下来的一幕令所有人目瞪口呆 剑胜的箭矢还未发出 小宫已经挥舞着巨弓冲到他的面前 一招攻杂直接将剑胜打飞 随后小宫再一次猛击 直接将剑胜打得毫无海手之力 比五结束 满场震惊 剑胜不敢相信自己竟被一个近战的弓箭手击败 这场比五后 李小宫的名声不仅在新手村传遍 更在整个江湖形世界里声明确起 无数玩家开始讨论这个被折弓却从不射箭的奇葩弓箭手 第四章 引来的麻烦 随着名声增长 李小宫也引来了更多的麻烦 他的异类打法让很多传统的强者们不服气 尤其是那些弓箭手 他们坚信弓箭应该是远程攻击的利器 无法接受小宫这种弓杂打法 某日 来自百剑门的高手齐聚 准备共同挑战李小宫 为弓箭手的尊严讨回公道 他们将比五场设在了天云台 这里风及云勇 是众多高手决战的胜地 李小宫面对这些高手的挑战毫不畏惧 他知道 这次的战斗将决定自己在江湖中的地位 也决定他这种近战攻守打法是否能得到认可 百剑门的高手们果然不负盛名 各个伸手矫健 拉弓如风 剑势如雨点般密集地朝小宫射来 然而 小宫丝毫不畏所动 凭着极快的反应 他在密集的剑语中灵活穿梭 不断逼近敌人 随后 他举起巨弓 开始了猛烈的反击 砰 砰 巨弓在他的手中变成了无比凌厉的近战武器 每一集都带着千军之力 那些高傲的弓箭手们完全没想到 小宫竟能在如此短的距离内发挥出惊人的力量 他们的远程优势在小宫面前完全无法施展 不断被逼入绝境 最终 小宫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百剑门的高手 成为当天的最强者 第五章 弓手传奇 自此以后 江湖中流传着这样一个传奇 一名背着巨弓的男人 不用剑射敌 而是用弓砸人 他的名字成为了江湖笑谈 也成为了无数玩家心中的敬畏对象 人们开始称呼李小宫为近战弓神 甚至有人专门研究他的打法 企图模仿他的战斗风格 然而 模仿着无意成功 因为没有人像小宫一样 拥有那种怪异的坚韧与疯狂 他的打法虽然荒诞不羁 却隐藏着身后的武功修为与战斗本能 小宫的独特存在让江湖世界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也让无数玩家开始重新思考武器和战斗风格的可能性 某天 小宫站在一座高山之巅 俯瞰着江湖的广阔世界 他微微一笑 随手抛起了手中的巨弓 然后默默地走向远方 江湖才刚刚开始